蔡徐坤在2017年因为解约 与钱东家闹上法庭 还遭前公司案三整形 经过多年的审理调查 一审判决书终于在5日曝光 原本签订合约中规定 该公司是蔡徐坤的独家权权经纪人 期限延期至2023年4月 如果蔡徐坤提前解约 需付每年人民币300万元的解约赔偿金 但到了2016年6月 该公司又与蔡徐坤签订补充条款 如果蔡徐坤单方面提前解约 需付每年人民币3000万元的解约赔偿金 对此蔡徐坤也在诉讼中表示 在合约中规定支付解约赔偿金的前提 是公司在培养方面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成本 但实际上公司并未对他 进行任何有效的培养和宣传 就连在合约期内 他也没有获得任何报酬 因此认为公司提出的赔偿金额明显过高 最后法庭综合所有情况 判他只需赔偿人民币300万元 也让案件稍微告一段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